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符合投资者的要求 中国报的头条之一是关注学人中学 日前传出逼迫学生筹款的争议 学人中学丑木双子楼建设基金 筹委会主席陈云凤说 董事部和校方都鼓励校友和学生发挥创意 以各种方式来协助筹款 但是绝对没有强迫学生外出筹款 他说如果学生自愿出外筹款 校方绝对不会忽略他们的安全 并且也会得到家长的同意 老师和懂事甚至也会随对陪同协助 他说筹建双子楼并非好大喜功 而是为了教育好下一代 尽可能改进学校的软硬体设施 美日新闻封面之一 则是聚焦在1000家私人公司 即将在下个月试跑渐进式薪金制 经济部长拉贝斯指出 将率先落实有关措施的五大领域 分别是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领售 汽车和摩托维修行业 信息与通信业 以及专业科学和技术领域 然后当局也会在9月评估这项试跑项目 以确保这项制度在全面实行之前是可行的 财经的药文方面有的是南洋商报的这篇报道 看到的是虽然补贴合理化政策 至今是还没有公布任何的细节 但是大马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费道斯预测 这项措施可能会提升通膨率 它的通膨率可能会回到了3% 到时候国航明年将会面临升息的压力 估计会升息至少一次这么多 那官家也估计说 如果通膨率真的是回升到了3% 令吉表现也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变得更好 令吉对1美元有望在明年首季上看4.60令吉 甚至会去到4.45令吉的水平 费道斯也预测 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 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有望达到4.5% 而向来我国在贸易的结算方面 都是以美元为主 看到的这篇报道就说 去年在我国的整体贸易当中 人民币的结算比重就占了2.6% 远远被八成以上的美元结算抛在后头 中国驻马大使馆经贸处就建议 设立让令吉和人民币挂钩的 马中双边贸易体系 如此一来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 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风险 香港金融管理局也认为说人民币在我国的广泛使用 有着巨大的潜力 香港已经准备好支持这项努力 此外中国银行交易银行部也认同说 在国际贸易和跨国结算当中强化本币交易 正有利于马中的经贸合作 而今明两天就是学校假期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计划出行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如何 早上全国天晴只有彭亨 柔佛 沙巴内陆和山达 跟几个地区是有雷雨的 来到下午除了布城 马六甲 沙巴古达 纳敏和沙拉越 大部分地区天气放晴之外 半岛大部分周暑几乎都会是局部雷雨天气 入夜之后 彭亨河登家楼几个地方可能会有雷雨 霹雳 雪兰娥 森美兰 沙巴内陆 西海岸和山达根 沙拉越古晋 斯里安曼 沐中 林都鲁 美里和林梦等等 晚上预计也会是局部下雨 今天的天气是最高的气温是去到34度 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带你关心财经咨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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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